你练这种 和同时一组有的极深的渊源 你九岁就开始练这种邪门的功夫啊 你怎么拉着她的手丝也不放呢 我 我不说自己心痛 是为了防引重 接近御剑山庄 是为了找出办法救出我的族人 接近你 接近你 是因为我对你的感觉不一样 我想见你 我盼着见你 因为我回报不起 因为你会后悔 即使用不肯就还不肯都肯定他 他能看到了 你本来就叫他 爹 爹 爹又怎么了 铁锋 叫铁锋马上到花亭来见我 走了 儒孝见过庄主 天学又 爹 爹 爹 这字条是我帮天学留的 爹 天学只不过想出去散散心而已 这像是你的字吗 我当时是 我当时是一边做别的事情 一边写的 所以就 好了 去叫他早点回来 没事 别在外边待他太久 是 爹 我一定把他找回来 那我去了 去 盯住他 盯住少庄主 快去 是 这两兄妹到底在做什么 为什么要联手瞒着我呢 少庄主 嗯 天学鞋上站的你 会是哪里来的呢 一顶在水边 天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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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尹天学 天学 好了 我知道你的脚程比我快 你快出来吧 铁风 快出来 好好好 你不出来是不是 那我就不走了 我看看爹 等不到天学回家 到底我们两个人谁着急 属下见过少庄主 好了好了 我也正好需要帮手呢 你 你就 沿着这荒山野岭 又红土的地方找一找 看看有没有小姐的踪迹 啊 少庄主也不知道小姐在哪里 废话 我要是知道了 我还让你帮着找啊 快去 是 哎 等等 你不管 在哪儿找到小姐 都不要告诉爹 好不好 这 少庄主见谅 属下不能欺瞒庄主 你 好了好了 算算算算 哎 这荒山野岭的 沿着红土的地方 你要仔细地找 听到没有 哎 是 你就都圈子找吧 少在这儿跟着我 我到哪儿去找他 去海边 那儿水气重 泥土肯定最找 快点啊 别走 竹儿 云姐呢 说是要去谢谢佟大哥 他能走动了吗 还很虚弱 但是他坚持要去啊 那你怎么不陪着照顾他啊 他不要我陪呀 说是在宅子里 不会有事的 他的身子油得了他吗 好啊 走了 快点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赵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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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有人主动巴结奉承 最低最低限度啊 也要是个大侠 就可以受人警养了 你又 看来 我是没有一样何条件的 所以啊 我才觉得怪啊 那你呢 你为什么会挑上我 你笑 笑的声我也不聋 你听到天雪说什么了吗 听完了 你瞧大 稳着呢 放心吧 一定能找出治你的药的 对不对 对 早啊 叶姑娘 佟大哥 你早 大哥 佟战 什么 我有事找你商量 同心 同心 有玩儿的了 真的 有什么好玩的 起来就知道了 你在哪里 快走啊 快走啊 躺不下 躺不下啊 走 走走走走 哎呀 快点 快点 在哪儿 在哪儿 快点 快点 来 你让你两个哥哥看到 我现在真的很为难 有这样的事 大哥 你一定是碰到桃花节了 所以我才找你商量嘛 不如我们换一下 你来照顾云姑娘 由我负责尹姑娘 不是还有痘痘跟猪儿吗 他们两个不行嘛 云姑娘的病 不就是他们两个 照顾出来的结果吗 其实啊 只要痘痘能体谅 你就暂时应付一下云姑娘嘛 其实啊 只要痘痘能体谅 你就暂时应付一下云姑娘嘛 哎呀 不行 哎呀 不行 感情的事情我不能欺骗人家云姑娘 我不能欺骗人家云姑娘 哎 等一下 还有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听童心提到过 什么主人的 主人 什么意思 快点吧 隐秀 外面有好多好吃的 还有好多好玩的 对不对啊 快点呐 隐秀 快点 你们两个干什么 你看看你 哦 隐秀带我上街 不能说 不能说 上街 不要叫 不要叫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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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坏老头 你想带他溜出去玩啊 我 我是 我是 还不说 说 一定说 一定说 云姑娘 怎么都不在啊 可能是 可能是结伴出去走走 先别急 你去看着云姑娘 我去找找 你是不是又走了 你难道 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吗 很难道是 你也不在乎 你还没想到 你不在乎 你怎么看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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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 你不在乎 奇怪了 这附近靠水的宅子都找过了 怎么就没有呢 二爷 二爷 属下立刻送二爷回去 你 哇 这小子还真厉害 我都没有骗过他 我们走吧 来 你 哪来这么快的身手 哥 我哪有什么身手啊 是你啊 太不小心了 你还说呢 别在家找你 快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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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就认不出我了吗 放心 没事 没事的 我是你 两文钱 咱们交换吧 上风热感 用水泡芙 马上就好 出我眉头啊 两文钱 给 走 好好好 走 走啊 还是同站说得对啊 到了外头 什么都要钱 我说你被弄油包囊中出来 到底想干什么 为了两位药啊 一位是犀牛角 一位是狮虫 就这两位药 又找三个人出来呀 三个人赚钱块呀 要不什么时候能弄到药草 我负责问诊看病 你负责弄药草 他负责腰喝 走 走 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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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走了 你早说嘛 钱我有啊 让开 让开 哇 有没有遇见山庄的人 遇见山庄的人 出来 哇 伤成这样来接跑啊 头儿 通知庄主 赵大夫 快 是 通信 把他拦回来 我给他看看 等一下 我告诉你啊 一 不许说话 二 不许摘些面具 你要是不听话 以后我就不带你玩了 哦 我都来不及 还要自己送上面去 啊 爹 爹 嘘 哎 喂 回来回来 哎呀 坏了坏了坏了 怎么能随便伤人呢 这要叫同伯同站知道 不能说啊 诶 诸儿 诸儿 现在那一身血 巴车是活不了了 怎么弄的呀 身子都裂开了 是啊 诶 诶 嗯 活得挺好啊 笑云的伤很严重吗 还好啦 隐修说 过了这十天 补一步就可以痊愈了 我是为了让云姐 能安然度过 不得不跟逗逗说的严重些吗 还是你懂事啊 哎 再来再来嘛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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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玩够了没有啊 啊 还没有啊 哎 大哥 哎 哎 哎 别跑别跑 哎 好 哎 哎 哎 你等等啊 哎 哎 让让让让让让让 哎 哎 哎 啊 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是怎么照顾病人的 这陈年老伤都不知道多少年了 好了坏 坏了好 好了坏了好 好了坏了好 那是说 他这是旧伤啊 至少 至少也在六十多年了 诊不出来了 老先生说什么呢 舍滴还不到五十 这怎么可能呢 睁眼了 睁眼了 警了 做病 怎么回事啊 回去说 来人 在 夫人要回府 是 不要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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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老先生替舍弟疗伤 还望 带为守秘 剩下半条命的人都被他救火了 这是钱吗 哦 哦 双倍枕金 不成敬意 呦 连眼庄主都中金筹现 这算多吗 哦 哦 这样 都算够了吧 嗯 你说够就够了呗 来人 是 回府 是 等一等 等一等 我找两个人 我去找两个人 我去找两个人 我去找两个人哪 我找两个人 我找两个人 马上回来啊 等等 你再不住手 我就告诉你哥哥 起来 那咱们下回再玩 我去找你啊 你不要这样侮辱人 喂 你的刀 什么意思啊 不高兴吗 搞什么搞 哎 珠儿呢 珠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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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里 尹姑娘 我真的不明白 如果你对姓童的并没有什么意思 怎么还每天晚上出来找她呢 这是为什么 我没有找她呀 是她来找我的 你可以拒绝她呀 天雪 我拒绝过啊 只是她又回来了 你拒绝的话 也不好再说了 为什么 我觉得 她是真的很挂念我的 跟她在一起 我觉得自己真的非常重要 那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过的 我也讲不清楚了 反正 我是舍不得放手了 可是她不知道 万一她误解了 那怎么办 我知道 但那是她的选择 我也没有错啊 天雪 我已经拒绝过她了 可是 我又不能阻止她喜欢我吗 那是她自己的决定 又不能怪我吗 可是你这样 我 哥 你回去告诉爹 就说还没找到我 好吗 嗯 好 不过你要记住 那姓童的真是非常好 一杯 好了 我知道她不会伤害我的 放心吧 我 难道你就不怕伤害她了 叶天雪 我再不会让你渐渐同战 我绝不会让自己的弟弟一片痴心被你给糟蹋了 滟动 蛇 找到天雪没有 她还是走了对不对 统战 不愿安慰我 同战 顶多 我再去把她嫁回来就是了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治好她的病毒 佟公子 这次又是想绑架谁啊 尹姑娘 尹姑娘 我们正说你了 我以为你 尹姑娘出去走了一趟 现在一定很累了 你让她好好休息吧 尹姑娘 请自便吧 好啊 谢谢 尹姑娘 哥 我们不是说好了 一个照顾一个的吗 可是 好了 你先去烧开水 我去看看尹修 留了什么草药给她服用 我先跟 好了 好了 请进 董大哥 我听尹修说 尹姑娘的病 至今无药可医 在下想 试药是一桩 耗时费日之事 尹姑娘又是千金之躯 待在这荒山野地 太委屈了 不如这样 尹修美调配出五副药方 在下就送到玉剑山庄 给姑娘试服 如此尹姑娘既有居家之便 又可持续医治 这岂不是两全吗 童大哥 你想得真周到 那药方的事情就麻烦你了 天雪先告辞了 我帮过你 你却要赶我走 童伯 我的来去 游得了你吗 请问 赵家三姐妹也住这里吗 是 不过 云姑娘伤势沉重 现在正昏睡在床上 豆腐和猪耳 眼下都不在宅里 那麻烦你帮我问候她们 在下一定把花带到 谢谢 在下一定把花带到 阿尸 你 你 你 看 你 我 你 你 你 嗨 走走 救命 天雪 天雪 我不会拥有 天雪 大哥 天雪呢 走了 她又走了 一来她的病不是短时间可以治好的 住久了 尹家的人一定不答应 二来 对她来说也很不方便 无人伺候 她这么说的 不 佟大哥 佟大哥 快来啊 豆豆 出什么事了 怎么伤成这样 没事 眼不眼中啊 我没事 是尹姑娘有事啊 什么 她人呢 在后山河边 我没办法 喂 她正要回家 怎么会在后山呢 一定是听到我的叫声 才去后山的 好了 不要讲那么多了 我们走吧 豆豆 佟朕已经赶过去了 她没事的 不过她 佟朕一定会救她的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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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抓鱼吗 谁知道岸边石头那么滑 我差点栽下去了 是尹姑娘拉住我 可是她自己却掉下去了 这么说她早就在附近了 从这里到后山 这么短的时间 不短啊 我滑了好几次呢 差点喂鱼了 是吗 嗯 尹姑娘 尹姑娘 这样都觉得痛啊 嗯 我小的时候 手臂烧伤了 尹修过来帮我治 她打开她那个药箱 拿出一把刀来 她抓住我的手臂 在上面 刮呀刮呀刮 刮得我不停地流血 这时她就很奇怪 我为什么没有叫啊 她抬头一看 我痛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行不行 她不要再说了 好可怕呀 我一点也不痛了 不痛了 嗯 不过我也不算严重 天雪比我可怜啊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她要有你一半热心就好了 哎 天雪回来了 天雪 天雪 怎么样 没事吧 天雪本来是想回家的 让你们过来看看 二爷的伤势 怎么一直不回报呢 属下还没有见到二爷 庄主 二爷正在运工疗伤 说过了不许打扰 连我也不行吗 庄主 庄主 她伤势这么重 万一昏死在里头怎么办 让开 你从哪儿冒出来的啊 就是怕有人闯进来 我坐在上头运工疗伤 可你想得出来 哎 你的伤怎么样了 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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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出了那么多血 你自己看吧 你 可刚才那个郎中说 江湖郎中的话你也信 可是我问过铁锋 他说你的伤势不轻啊 施血过多而已 你服了药也就没事了 习武之人 出点血算什么 那到底出了什么事 你又是被谁所伤啊 荒郊野外 又是在半夜 也没有看清楚 对方是什么人 又半夜三更的 你跑出去干什么 为了追踪天雪啊 天雪 到底是女大不中流啊 他会不会 是跟那个姓童的年轻人在一起啊 荒肠 无耻 这事要传出去 他还要不要做人呢 没想到姓童的竟是这样一号人 可恶至极 大哥 其实姓童的出身也不差 你不是也挺喜欢他的 事已至此不如 不可能 就算他是皇室贵胄 如此不懂礼教 任性胡为的人 我绝不会把女儿托付给他的 大哥 行了 不要再说了 绝无可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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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他们追杀 快快快 快 你还说呀 你知不知道没有多沉啊 那你拿着这个 我来背他 好好好 来 走喽 再见再见再见 有些我一个人会被他们分析的 来了 老师 再看我玩 先看看我娘 老人家冰好些年了 好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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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了 放下了 总说八道不摆脱了 好好玩 好玩好玩 明天再去啊 钱用完了再说啊 这水月洞这意外这么多病人 什么时候能治完呢 年轻人得好好锻炼 这么点路就传成这样子了 这么点路 远吗 我都没感觉到了 你 坏老头 先回你自己跑 别指望我会再帮你 你 走了 快点 快点 回来喽 回来喽 怎么了 干什么 请开 请开 你笨死了 都找不到路 你才笨 不要说话 不要说话 请着请着 大哥 二哥 我明天再给你啊 不行 我的面具 来了来了来了 听话 我现在就要 好好好 你跟猪儿玩去 也行 还不行了 来了来了来了 来 尹姑娘得了一种怪病 可不 什么样的怪病 不就是 我也不知道 我 我 我真没见过吗 连你都束手无策 哦 那你认为 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找出医治的方法呢 很难说 也许十天半月 也许一年半载 也许根本就治不了啊 治不了